本來不想來釣魚的 想一想還是來好了 就怕下午下午後雷鎮魚 不管啦 來摸兩下也好 講過很多次 其實我也不大反對別人用 射魚的或是抓魚的 但是有些地方它就是不可以啊 它不是那個封吸的那種法律 它是這種 那個什麼 野生動物保育法 架設網具 是用陷阱 你用網子抓魚 有的虧就是不可以 有的虧 它沒有 有的地方它沒有血 但是有的地方它沒有明定 不能用網子 那你用網子的話 人家就可以報警了 所以說 有的地方是這樣啦 有的地方不一定 不是說 為什麼你可以釣魚它不能網魚 有的地方確實是不可以 像屏林有些地方它也是明確禁止說 只能釣魚 任何其他網魚啊 射魚都不可以 所以這是有分的啦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啊 所以來金屯岩這裡 上次也是 來這裡釣魚 水太大 所以 等於說還沒有紀錄過啊 今年 看起來是 覺得怎麼還是跟以前一樣大 真的 為什麼三峽每次水都這麼大 靠腰 你看中間那個陸地又不見啊 跟我上次一樣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在這邊釣 不要在這邊釣 稍後啊 換去下游 這個水量跟上次一樣 如果又紀錄一次一樣 又不能釣 所以末段來釣這個Line去好了 所以末段這裡還 水大還勉強可以釣 下面來啊 終於有兩個人在釣 不過 這個水 一下來就這麼深 已經超出我的那種紀錄範圍啦 所以我要釣那一段 還沒釣的啊 靠腰 一樣也過不去啦 那這一段又沒用了 現在變成要去水壩一下 那個水壩會把水抽到板心水庫 所以水壩一下水會比較小 我今天是來運動了 這邊下雨撤退也安全啊 就在這裡啦 這邊下雨撤退也安全啊 就在這裡啦 今天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溪蟲 這個溪蟲 冰帶冰箱大概 四到五天 早上看還沒死耶 他這個齁 我這次的溫度抓得很好了 上次在平廣溪掉的 你看 沒死 雖然剩沒幾隻啊 但是 我有看大概 還活蠻多隻的 我要跳跳 這個 他竟然被冰四五天了 就讓他超過一劫 今天在抓新的 這樣就證明說 溪蟲可以冰在冰箱四五天 只要溫度控制的 可以的話 哇 天氣越來越黑了 我都要不開始 下午 臨時起義 要來釣魚真的是不對 全部都沒有準備好 天氣也沒看 來到這裡 還要落後 水量也沒有看 所以結果這麼大 換了三個地方 現在要兩點了 抓了幾隻溪蟲 水大也不好抓 抓了幾隻 卡死掉 先釣了 上次有釣的跟我說 活的溪蟲比較好用 為什麼我要用冷凍的溪蟲 因為靠腰 當然是活的比較好用 為什麼要冷凍 就是沒有啊 你要去釣的那個地方 沒有溪蟲 這麼簡單的道理 台北不像那個中南部啊 常常不下雨 然後 溪蟲就一定有 台北 今天有了 可能明天一個午後的一陣雨 你這裡又沒有了 地形又改變了 所以你又抓沒了 這才是為什麼要用 把系統冷凍保存起來的樣子 不然我現在抓都會有 我哪就有 煩惱開湯的問題 天氣有好一點呢 應該下午不會下雨了啦 會不會下雨 咦 會不大隻 吃這裡的縫 Ox 這種大片的賴區啊 你就站在正面 就撿那些正面 整片就可以掉 前後左右都會掉 你騎幾個魚就不會怕 對啦 小隻的啦 小隻的還要跑 這都要跑去啦 這種都算小隻的在這裡 今天葵瓜真的很多耶 邊釣邊放喔 放不完 葵瓜來 你別這樣 小隻熊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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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年紀而已 吃這麼兇 吃這麼兇 你下次就沒有了 下輩子就沒有了 為什麼又陰天了呢 再去一方 還丟沒有尖精 你也拜託 丟了啦 喔 下輩子 下輩子就沒有了 哇 你這個是吃什麼 吃得這麼肥啊 你吃太肥了吧 你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對台客機呢 吃到變一隻台 紅貓 紅貓放一放吧 紅貓比較 缺氧 欸欸欸 很漂亮齁 它比較容易缺氧 要繼續吧 大概一個多小時喔 沒有下雨了 還蠻咬的捏 欸 我酒飯都很粗耶 那酒飯都很粗耶 好啦 先放一放吧 我西蟲也 西蟲也釣完了 還要再抓了 等一下看看 這要烤 烤魚還是怎樣 來點這個蘆蟲欸 這個來生火 烤一隻魚來吃就好了 片鹽 可以開始烤了 火這樣太大了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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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第一次在這邊烤魚欸 好像也是第一次在這邊烤肉 魚 體型不錯喔 就準 應該很好吃 來來來 差不多了 不錯 燙到吃不久了 好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開吃開吃 現在 四點了 收收收 還是很燙 從肚子這邊 哇 還是太燙了 可以 把皮 拖起來 哇 很娘 很燙 哇 這個 鮮嫩的程度 沒有話說 哈 烤魚我是不會浪費的 哇,太燙了 你看,整片耶 哇,還是先這樣吃就好了 我就不客氣了 魚應該烤得剛剛好 哇,你看,你看 你看看,你看看 哇,剛剛好 你看,整個八起來都是肉 整個都是肉 九斑還是要慢慢吃 裡面的細刺很多 你看看,你看看 哇 哇 這個等一下還有肉 不要就這樣放棄了 哇 整條都是肉 哇 你看,你看 哇 哇 九斑肉 那個甜度啊,不會比苦花差 而且吃苦花也是很多 所以苦花 好吃一點點,真的是好吃一點點而已 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這個九斑啊 你這個肉啊 你這個肉啊 就直接沾這個 這個 好啊 外殼上面的鹽 這個外殼上面這個鹽啊 這個鹽結晶啊 這比什麼都好吃 因為它那個 魚的油脂流出來 然後和鹽結合 鹽不會很死鹹 它會變甘甘這樣 就沾這個外皮的鹽 這樣就很好吃 這十斑啊 我說過了齁 它那個蛋不能吃啊 這個都是肉 這幾斤都肉 這樣 它這個蛋不要吃啊 我是沒關係啦 你們 你吃在那裡繞 那兩個 你吃在那裡繞 我自小的吃那麼大 我沒差 這樣 一隻魚就吃很乾淨啊 你要吃魚就要把魚吃乾淨啊 你不要 欸 有肉 有肉 我來吃吃 剩下骨頭不去蹭 這樣不行 這樣浪費 浪費食物 五點多了 天還是一樣 不會下雨 還好 今天 兩點 半左右 到這邊開始釣 釣到 釣一個小時 然後 烤魚 然後再釣半個小時 所以大概 釣一個半小時啊 這蠻咬的 有個九斑的大尾 三峽的九斑馬路來路不一樣 好啦 放一放吧 今天釣西哥的那個人真的釣好多喔 大包 它也是釣一個多小時而已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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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快點